花蓮县政府112年度就业博览会 北区场次7月1号举行 紧接着7月15号是在玉里高中体育馆 举办南区场次 来服务南区的商家还有求职的民众 花蓮县政府112年度就业博览会 北区场次在7月1号展开 紧接着在7月15号去天 在玉里高中体育馆办理南区场次 服务南区商家以及求职的民众 那我们今年特别在县长的指示之下 能够平衡北中南山区 乡亲对于求职的需求 能够希望我们引进厂商到在地来 来接近乡亲在求职的就近性便利性上 能够取得服务 社会处表示 今年度就业博览会设置线上的填写系统 有就业需求的民众 可以先到官方网站填写履历资料 这样到现场以后 就不需要过多的等候时间以及填写 可立即通关并且找寻 合适的单位进行免试 那我们今年有几个特色 包括一个线上先行填写履历表 那南区这一场已经有240位的 乡亲来线上来填写履历表 这是一个运用现代社会 这个智慧治理的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能够增加各方面的效率 那真材厂商也可以先行的来做审查 那也可以加快媒合的速度跟效率 南区厂自真材产业有长照服务业 观光旅宿业制造业以及军职等优质厂商 提供破百职缺 县府表示近年来花林县中南区失业问题 一直是县政府关注的焦点 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就业相关的方案 除了办理失业者职业训练之外 今年度就业博览会首次增加了玉里南区厂 希望能够振兴乡村经济 并且媒合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